去年是26年来,除了小时候不懂事,见过的最美的夕阳,所以这次想要见证最美的爱情。 娱乐圈的明星之所以令人趋之若鹜,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现验着某个明星的人设或颜值或身材,殊不知我们看到的,只是明星们想让我们看到的。 实际上靠着过度营销出圈,就其根本还是业务能力不够出众,要靠着营销人设或话题来为自己增加热度。 只是任何事都不能做得太过了,要不然,不仅落不下好印象,还会适得其反。 1.迪丽热巴 初时,这位新晋小花的时候,迪丽热巴便在节目中,公开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吃货的人设。 还放出了一些剧组花絮,迪丽热巴不停地往嘴里炫东西,粉丝们亲切地称呼她为胖迪。 为了自己的吃货人设不倒,镜头所到之处,迪丽热巴一直在吃吃吃,接地气的样子还是十分讨喜的。 不过迪丽热巴显然利人设过了头,那么能吃还不胖,网友纷纷好奇,可她竟然直言暴饮暴食有助于减肥,这简直就是在把观众当傻子。 自然引起了大众的反感。 吃货人设翻车后,迪丽热巴立马开启了新一轮营销模式。 杨颖要暂退待产时,迪丽热巴当即替代她,参加了当时人气爆棚的奔跑吧节目。 与顶流小声陆寒组成了陆地CP,俊男靓女很是扬眼,一时间这个CP组合红豹内鱼,赚足了流量与热度。 热巴尝到了甜头,便开始化身花蝴蝶,走哪CP就组到哪。 你是我的荣耀热播时,冲上热搜的,不是男女主的演技,而是杨迪,CP。 一千零一夜开播时,伦巴夫妇又应运而生。 到了幸福触手可及,又来了一个热带鱼,CP。 几乎每部电视剧上映的时候,CP组合的热度都会盖过电视剧,看似好科,实则是有心机,免费的流量宣传给谁都不会拒绝的吧。 而颜值和身材,当然也是女明星最不厌其烦的营销方式。 近日,热巴的一张礼服图片就再次登上了话题热搜。 在黑色收腰礼服的衬托下,身姿窑窍,凹凸有致,迎合了当下大热的沙漏型身材的全部优势。 直到网友拿出真正的第三视角图片,与别的休闲场所拍到的图片对比,才知道,这大概是电胸电屁股营造出来的视觉感。 迪丽热巴对身材的过度营销,不仅会给普通人造成了容貌焦虑,还涉嫌造假,导致口碑渐渐下滑。 真不如把这营销的功夫放在提升演技上呢。 二、宋毅。宋毅在娱乐圈的口碑一直很好,虽然没有大红,但他演技好还低调,颇有观众缘。 在《伪装者》里他饰演的余曼丽,至今都令人意难平。 最近几年,不管是在风起洛阳,还是在庆余年中,都贡献出了不俗的演技。 直到长风度开播时,爆出他与白静廷的恋情,一下子将两人的热度炒到了最高点。 网友把甜蜜细节从剧外带入到了剧中,这也使得长风度收视可观。 而两人也极好地抓住了观众的心理,时不时微博上暗戳戳地秀个甜蜜。 今天的细节是一顶帽子,明天是同一件衣服,后天是情侣耳钉等。 在前几日的尖叫之夜上,白静廷一直跟在宋毅身后的样子,充满了人夫感,观众们看得嘴巴直裂。 尽管没有官宣,但网友已经从蛛丝马迹中认定了两人的情侣关系。 然而,即便这已经成为心照不宣的事实,两人还是没打算承认。 就因为发的照片中疑似出现了白静廷的倒影,宋毅便立马删除了照片,不免让人觉得是不是做得太过了。 一直秀又一直不承认,拿着生活里的相似细节吵来吵去,是低调的,生怕网友不关注你们在恋爱中了吗? 为了热度把网友当作你们play中的一环,实在是太败好感了。 如果是真心相爱的话,倒不如大大方方的官宣,那自是可以收获一波祝福的。 三,欧阳娜娜,提到营销高手段,那欧阳娜那也是有一席地位的。 一开始靠天才少女出圈的她,自出道便展现了她过人的音乐天赋,而且还成功被名校伯克利录取,光凭这个营销路数便甩出众多艺人一大截了。 毕竟一直都是听说那与谁的美貌身材多出众,倒是没听说谁的才华多与众不同,这时候乖乖女家财女的人设,已经牢牢地应刻在大家的心底了。 结果这个人设却也不经推敲,2015年,欧阳娜娜发声要放弃奖学金,不再前往学校进修,有网友怀疑她是圈钱太狠被学校劝退了。 而在这之后,欧阳娜娜开始频繁在综艺中露脸,一边想把自己塑造成清纯小白兔,一边又想跟男明星吵绯闻。 可是手段呢又不高明,生生把自己做成了茶艺大事。 作为常驻嘉宾,欧阳娜娜参加了潮流合伙人,在节目中她将自己的意图暴露无遗。 陈伟婷为她检查滑雪装备的时候,她居然叫人家爸爸,旁若无人地穿着陈飞雨,逗消的贴身衣物,不知分寸的行为令网友都看不下去了。 不过,显然这就是欧阳娜娜的目的,经常因与男明星举止亲密而冲上热搜。 而在是好朋友的周末这档节目中,欧阳娜娜又出奇招。 撅起自己的嘴巴,对身旁的杨颖和金镜说我有猫咪文。 此话一出,饶是微笑唇的杨颖和喜剧人的金镜都一脸无语地瞧着她的脸,像极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。 就像是一个学习很好的人,一直说我没考好。 但爱与礼貌,杨颖和金镜只能对着她猛一顿,夸和赞扬。 但是心里大概想的是,钱难赚,从天才提琴手到清纯小白兔,再到外貌营销,欧阳娜娜还真是多维度发展呢。 唯一的几部作品也都是靠着CP来维持热度的,这样的营销方式难道是永久不衰的吗? 还是多关注关注自己的演技吧。 4.王楚然 要说王楚然长得是挺俊的,可他的路人员是真的不行。 抛开洋洋不说,王楚然本身的骚操作也是败光了好感。 8月26日,王楚然在30度室外身披棉服引起争议,落水画面中,王楚然嘴唇泛白,目光呆滞地裹紧棉被。 但是据现场人员爆料,当时柳州天气还很热呢,怎么会被冻得瑟瑟发抖? 营销敬业人设,最起码要让人信服吧,令人尴尬的是,这部戏王楚然还用了替身,试好继位之后主演才过去开拍的,刚入水就迫不及待地发布了照片,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来夸夸自己这么敬业。 被网友朝只有白眼是自己翻的吗? 除此之外,他还一直营销小刘亦菲的称号,但是却在这件事上翻车了。 一面标榜自己是小刘亦菲,一面到处买通稿拉采天仙姐姐的颜值。 人红是非多,由于通稿太多,网友扒出了王楚然的旧照,早期照片中,王楚然五官平平,与现在的形象大相径庭,与天仙姐姐毫无相似之处,不免让人怀疑是不是微调了。 细数一下,这位姐姐的营销手段都不是很高明,由于她的过分营销,路人员崩塌了,她主演或参演的电视剧《商务代言》被网友抵制,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 当初刘诗诗刚出道的时候,也是由小刘亦菲这样的通稿的,但是后来人家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演技,开辟了属于自己的淡言戏道路,也是收获了一众粉丝的。 营销人设这个套路在娱乐圈已经屡见不鲜了,这个办法可以圈粉割韭菜,还能通过营销上热搜,增加话题度,毫无感情的作秀,但是演技是骗不了人的。 没有业务能力支撑,终究还是一无是处的花瓶。